那刚刚讲到那个用for回圈 那我这一题顺便再做一点点复习 当然第一个for回圈是要一个范围 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多一行 就是取得到底有几列 不过利用file回圈就不需要有这个地方 这一行程式 它主要是透过什么 透过判断 判断你游标 所放的这个储存格里面是否有资料 然后呢怎么样让它往下一列 这个地方就透过什么offset的方式 让它往下 offset.select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那所以呢特别注意就是你要给它的指示一个起点 所以这边的话特别注意呢 我是从c2当成起点 所以你特别注意啊 我们这个地方用range的这个地方 开头我先开头从这地方c2 所以游标会先指向这里 这个动作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给它一个起点 将来就会产生错误 第一个起点 再来的话呢 话有条件就是当这个储存格里面是空板 里面是空的 如果不是空的 那就执行底下的程式 那我必须把这两个分开来 前面是p1 后面的话 后面三个是这个p2 这刚好颠倒 我这边写的是刚好 这个我想如果你知道哪一个变数是前面哪个变数之后 组合起来没问题 这地方前面是这个right是p1 然后后面 后面是p1 前面是p2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p3是我们指的是offset 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个offset1的话是一个栏位 也就是向右一个栏位取得这个里面的值 取得之后里面的值是p3 那再把123组合起来 那要写到哪里去呢 必须透过offset 那一样 比如说我要写入到 这个c3的 c3过来的123 写到这里 所以呢我这个offset呢 就给它后面的栏的值是给它3 那同一列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给0就可以了 所以将来可以尽量善用这个方法 那后面点value就是我把最后的结果组合起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资料写到这边来 OK 那这个123分别用end的方式把它串接 那最后p3的话呢 前后加上刮户 那最后再等到写之后 写到这边之后的话呢 再让它往下一列 OK 那就一直跑回圈跑完 不过这个城市里面呢 最好是可以怎么样呢 再加一行 把上面这个 因为呢 它会一直往下跑 所以跑到最底下呢 它就停住了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各位看一下 往下 跑完对不对 往下跑 跑到这里它就停住了 所以呢 跑到这里 停住之后有点怪怪的 那最好怎么样呢 再把它回到上面去 所以win 通常最后呢 再加一个什么呢 这个把上面这一行 干脆把它copy贴到这里 那这样子它跑完之后呢 就会自动怎么样呢 再跳到上面去 跳到上面去 这样感觉会比较流畅一些些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 各位尽量再把这个 画回圈试试看呢 那一样的方法 你可以再把这个地方 改成度回圈 如果 改成度回圈的话呢 实际上只是 改一下这个 度快 然后后面就是loop OK 那其实跑完结果也是一样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